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之呼 深港通提出了超过两年时间 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终于正式通车 深港通是继两年前互港通之后 推进中港两地市场互联互通的进一步伸延 不希望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资本走向国际 香港扮演着将中国资本连接全球的角色 深港通扩大了投资股票范围 增增102只港股 被南下资金选择 除了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 中型股指数 还包括市值50亿以上的小型股指数成分股 以及AH股中的H股 合共417只股份 至于北上投资的深股通 就有881只A股可以买卖 但当中203只创业版股份 只是限于机构专业投资者参与 不是新机制下 深港通和互港通都取消了总额度的限制 不过依然保留每日北上130亿元人民币 以及南下105亿的额度限制 但从深港通开通的首日 资金流的表现来看 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 都是远差过两年前的互港通 全入北上的使用额度只有2成 南下更加只有8% 同一家上市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的股份 可以有不同的价值 A股相对日价较高 不是主流现象 深港通开通之后 互心和本港AH股之间的日价会不会消失呢? 有分析认为 深港通开通的初期 AH股的日价水平会波动 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 日价趋于平稳 A股日价有机会收窄 不过始终两地交易制度不同 投资者结构亦存在差异 要A股较H股的日价一下子消失 几乎是不可能 根据财政部税务安排 深港通延续了互港通的模式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深港通 买港股转让获利 3年之内可以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企业买卖就不能够免税了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嘉说 深港通是互联互通的第二步 下一步将会扩阔投资范围 尽快推出交易索码买基金ETF 以及期权和指数产品 以致债券等等 因为内地的投资者 对海外投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筹备已久的深港通开通 市场原本憧憬会带来刺激 但有了两年前 沪港通初期雷声大雨点小的经验 今次深港通在早段 似乎被市场冷淡看待 日后若进一步扩大投资股票范围 或者降低投资门栏 能不能够刺激到投资者的热情 仍然有待观察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这里